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请你继续为我们分享一下 当妇女怀孕期间或生完嬰之后 所经常见到的问题 而我们如何用同类疗法来帮助她们 上次提及过微波浩的母乳 不如今天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在暴雨期间的时候 有时候会经常遇到乳头爆裂的问题出现 可以如何用疗剂来帮助她们 让她们继续可以卫捕母乳呢 在暴雨期间 有时出现的问题是乳头 可能因为被嬰子绝得厉害 出现爆裂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保健之下 保护乳头出现爆裂的问题 可以每次胃了之后 用阿尼克的生金车 丁剂溝的水清洗一下 处理受损的 干了之后可以塗一些金盏花 那些膏可以帮助她 但如果仍然出现爆裂 第一个疗剂想到就是 Graphitis 石墨碳 这是主要的疗剂 所以如果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记得 想起来第一时间先用Graphitis 接下来有其他的疗剂可以考虑 其中一个是Agaricus Mascara 这是毒鹰散 毒鹰散是一个毒菇 一个暴鹰的草 是一种菇类 通常乳头是痛、痕、痕的感觉 痕、痛、痕的感觉 就是毒鹰散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罗马金谷 通常乳头红、痛、嗨嗨也很痛 痛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 令病人受不了 令病人受到痕得很吻疹 记住 记住 是很吻疹的 正是安抚不到的症状 另外一个是巴豆 都是乳头发炎、痛、痛、 每次去喂奶的时候 那种痛就由前部乳头去到背脊 这种这样 这种向后伸展 这是巴豆的症状 接着就是羊双鹿 羊双鹿除了乳头痛 通常乳房觉得有很多结块 不是很小的 一块一块 好像平时没有的 很柔软的 但当时有些终块 乳房的痛会延伸到其他部位 有一种射的痛 这就是羊双鹿 Phytolacta decantra 另外一种是飞燕草 Sephyrsagria 也是在喂奶的时候 嬰儿喂我住的时候 很痛很痛 人们很情绪化 很敏诊 很敏诊的情绪化 脾气比较差 接着就是Calcaria carbonicum 碳酸钙 通常乳头爆裂 耐尿好有皮啦 乳脑 травagne 以防有莫膺 哪然后肌肉的头燕肉 那肌肉部尾表酸钙 那肌肉品提高 citizenship很单 所以高血比较怕 低 captions 其他 battle 另外一肌肉 就是硬黄 realization 鱼头成瘀了 底子烧后 会发生刺痛 exerc milli手 和 tide 这几个主要的疗势可以考虑 谢谢袁医生 刚才听过,妈妈也很想给孩子最好的营养 但出现这些爆裂的情况下 甚至奶量很多,但孩子又不喜欢 饮奶的时间很长,令乳头和乳房的痛持续 很矛盾,又想饮,又要忍受痛苦 可以利用这些疗势,输解困难之处 双方都可以得到益处 所以家中一定要常备有这些疗势 就可以做到一个及早治疗的方法 谢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抢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势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你,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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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